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狗外 但是呢你来看一下吧 这个Toggrove Toggrove继续往下跌 基本上所有的手套股都是往下跌 刚刚好就是在这个 灰色线0.82 出现了一个长下影线的 支撑弹上去了 但是个人认为呢 他现在股价才是被这个 紫色线跟蓝色线这边押住 是非常的弱势的 所以也不用急 还是之前我们讲的 才是要看这个投马峰的POC的支撑 也就是0.80 就看一下0.80 确认 是不是真的是有机会弹上去 最少要出现一个青色蜡烛 才是要弹上去 今天虽然是 出现了一个长下影线 但是 才是一个红色蜡烛 也不算是 也不用急 就继续的去观察 继续等待机会 等待这个确认讯号 就看这个0.80 会不会直接回升弹上去 青色蜡烛 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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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